我们都知道其实房市是受到刚刚新闻当中有提到这央行打草房政策影响 再加上八月的现代力影响 双重打击之下 那么可能有一些卖家对于这上涨的预期不再才会导致这房价有所影响 但是真的房价有跌吗 此刻是进场的好时机吗 而现代买房能够杀价了吗 有些专家并不这么认为 提醒您如果要看房子的话 那么还是要留意现在的市场资讯 我们现在看到根据最新的房市业者统计 现代令发威预收物的部分 根据统计是爆出了所谓解约潮 你看到这个表格 蓝色的部分其实是过去1到7月的时候解约建树 黄色的部分则是8到10月的部分 除了双北市之外 其他县市其实都是黄色多于蓝色的 也就是说近三个月其实解约建树 尤其是在高雄地区成为了重灾区 那么可以留意的就是过去 因为在高雄前几个月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都知道 南部可能有一些包括AI题材 或是台积电设厂的题材 那么释出了有一些房市增温 但是实际需求也许没那么多 如果没有那么多的话 又找不到接盘侠开杠杆的投资客 可能这资金流不够的话 就有可能认赔杀出 好 此刻对于一些要买房的人来讲 真的是进场的好时机吗 下一张图表资料来告诉您 我们再来看到新清安的部分 其实以新清安的部分 其实过去这样的一个几个月看下来 其实看起来相当的深代的这个建树 已经明显减少了 那么专家是怎么看呢 专家说这个新年第三季的房市 的确有执涨量缩 而这位专家是认为 明年的第一季也许会有一些房价下跌的空间 但是其实房价还是有相对支撑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专家同时也认为 这下跌的是过去过热这两个字 房市的部分才会做降温 那么真正任赔杀出的恐怕只限零星个案 所以说这样看下来 专家是认为 其实房价还是有足够支撑力的 毕竟央行打炒房 它并没有打所谓的首购族 那么还有一些现金买房族 它也不急着卖 所以说这些族群并没有受到影响 买气还是有一定的支撑力的 那么画面右边您看到 不过这供给部分确实有在上升 根据这样的一个统计资料 您会发现二手屋的代售 您看到9月跟10月两个地方对比 就可以发现差了6000多户 也就是说其实短短一个月 释出的二手屋代售来到了6000多户的话 那么供给增加 需求又相对没有增加的话 那是不是价格就有机会跌呢 有一些专家是认为 也许可以再等半年去关注一下 房市的整体的气氛 再来做决定会比较合适 那么如果是急着换房的话 可以关注包括一些缺钱的投资客 分家产或是离婚移民拍卖 等等急受的屋主来掌握 以上是这节房市的相关资讯 再把时间帮给赵和 套房内摆放单人床 布置井然有序 但仔细看床的一旁 竟然就是洗手台 卫浴间看似干事分离 不过往里头一探 马桶上方就是连棚头 书桌椅也在卫浴旁边 民众在脸书社团 以一万一千元求租 立刻受到注目 而这间租书的位置 就在北市的精华地段 紧邻热闹的商圈 走几步路就能到捷运站 不过特殊的格局 却在网路引发讨论 大安区这间租 是顶价六楼含有未遇 租金每个月一万一千元 再加一百元 包含水网路费 不过网友看了 还是经货感觉像睡厕所 这样也能租一万块 硬把浴室改成套房 台北租房 已经到这样疯狂的地步 战俘住都违反公约 就是你感觉跟厕所住在一起 一万一可以值得更好的 就是比较豪华的监狱 格局的话应该差不多吧 但大安区可能比较贵 不过看看大安区租金行情 正常独立套房约两万五千元 能独立进出全培套房 每个月租金至少三万元以上 也难怪出现一万一的牢房 看来台湾不止房 价高租金也是涨得夸张 在租金的表现上面 它就会比较强势一些 也可以看得出来 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物件 陆陆续续它会成为 租物市场上面的主流 房市不像股市反映这么样的即时 所以纵然可能会有一些 价格修正的意愿 但是在现阶段的环境之下 它并不会这么的即时 而中央大学最新也调查 1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两降 其中又以未来半年购买 耐久性财指标下滑 幅度最多 专家做痛批 央行信用管制加上房贷紧缩下 恐怕真的已经冲击不少刚性需求民众 东森财经新新闻神运团 邱小倩台北报导 高耸建筑处立在北市淡黄区 不只价位高 楼高42层 更是大值第一高豪宅 住户身份非富即贵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也住这里 豪宅不只比地段 还比名人加持而畏 位在中山区这间外观气派的建筑物 今年前三季一共有13笔的交易 总销金额超过40亿元 成为今年最热销的豪宅 今年7月中楼存户以3.6亿元成交 单品超过240万元 卖方持有9年转手 另一户交易是4点楼户 总价3.69亿元 而且两户都是由自然人无贷款买下 40楼左右的单价平均交易 大概是250万来说 跟他的低楼层 过去有的这个价格 单价是140万 低楼层的这些住户朋友 他可能看的就是一个低门槛取得 豪宅俱乐部的一个入门券 就是要革命人当邻居 一人彭于苑居住的天母豪宅 今年8月中低楼存户 以总价2.6亿元交易 卖方持有6年转手 增值1812万元 等于平均每年转超过300万 北市不止豪宅热卖 国宅交易单价也很惊人 但却屋龄38至41年国宅 近一年纷纷创下社区历史新高价 成交突破百万 尽管北台湾新建案市场概况 10月灯号为绿灯 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 不过专家指出 刚性需求持续房价不会跌 反倒是央行政策要检讨 没对证下药 还闹得市场一团乱 东森 财新新闻 神运团 邱小倩 台北报导 悄悄悄 赶赶赶赶赶 建案一个接一个 要赶就完工 全台建造发放量向上趋势 2022年的时候还发了13万张 今年前三季就发了超过10万张 估计全年也会超过13万张 到了明年后年 还会有创下史上最高纪录 未来几年将迎来史上最大脚无潮 但也意味着在央行一破破重拳政策下 部分买方面临贷款陈述不如预期窘境 可能出现资金缺口 像是要换屋选定预售屋的连跑三四间银行 差点筹不出钱来 银行这边就是直接跟我说 他就是基本上就是没办法再借我钱了 我觉得央行基本上 他就是急就张的推出了一个打房的政策 想要让大家觉得说政府有在打房 可是实际上他可能有忽略掉一些 食物上面的一些 大家可能面临到的一些需求 不只他还有亲友买房 因为贷不了 得面临被断头状况 央行就公布五大银行十月新增房贷876亿元 是八个月来新低 新增房贷利率飙升到2.20% 也写下近16年来新高 购物人他们在贷款上面会遇到 比过去更大的压力 包括了像是换屋组 或者是说可能手上还有持有不动产的 其他的购物人 在这个状况之下的话 他们在购物时代要准备一个相对比较多的自备款 除了这个事情之外的话 街上端他也感受到相当程度的压力 也就是说打了半天价格还是不坠 全台运收屋总价9月的中位数 首次突破1600万元大关 单价占上每平44万元 比今年1月和4月的中位数飙升许多 显然真如市场所批 央行政策不够完善 那我的市场一团乱 东森财经新闻刘子澹 刘盈在Tail道